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 他寅然漂浮不依常山 是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最引人注目的老者 他曾任四川省省长等要职大力兴办教育 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川北圣人 他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革命家 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张岚 张岚自表方 由于德高望重 大家尊称他为表老 毛主席说表老啊 你是一面旗帜 插到哪儿就发挥作用 你这人好啊 你德好 你是与日俱进啊 从保禄运动 护国讨元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张岚毕生追求民主政治 领导民盟与中共紧密合作 表老在国统区 在白色恐怖万马其音的时候 殖民怼着蒋介石骂跟他辩论 十多次让蒋介石当面脸红金仗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 毛泽东曾三访张岚住处特园 成就中国统一战线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和毛主席畅谈了三次 第二次呢是9月2号中午 表老以民盟的名义 在特园宴请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 毛主席一走进特园 特高兴就说 这是民主之家 我到家了 我们今天相聚在民主之家 今后我们共同努力 生活在民主之国 第三次到特园 两个人在张岚的卧室 谈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吧 毛主席说 看来内战不可避免 四川怎么办 后来表老说你放心 四川的刘文辉邓熙侯 潘文华几个家领 他说我在几年前 就把他们发展成秘密盟员 我会派人与他们秘密联系 事实起义 1946年 张岚的电话一锤定音 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 伪国民大会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 1946年吧 特务就拿玻璃茶子包在一个布里头 砍到他的脸 疤痕一直到老都有 鲜血淋漓 讲解是那个要枪杀名单里头 张岚画了个叉码 所以当时地下党把他救出来了 周恩来他们去接他的时候 周恩来说了一句话 表老你好 你为我们担了风险 这是1949年12月14日 张岚写给长子张乔瑟的一封家书 最有意义的一封家书 中国是走中国这条路 不走英美和资本主义那条 所谓民主之路 我想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革命老人 历经斗争和坎坷得出的一个结论 张岚身居高位 却始终清廉节俭 谦虚谨慎勤劳节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他挂在嘴边 跟我们没完没了说的事 那我要穿了一件新衣服 他肯定训斥 他去世的时候 邓领超去看我奶奶 一看箱子里头都是一些补丁衣裳 没有任何财产 邓领超眼泪都掉下来了 就这个人确实是一个 连结奉公一心为民的人 责在人先 立居人后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哎呀 要做这样的人 我现在想要说 我们的影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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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